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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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 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移居安居放在首位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今年以来 各地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 着力传承延续城市文脉 提升城市居住品质和人民生活质量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近日 国家标准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项目规范正式发布 将自今年12月1号起实施 这位新时代做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 划定了底线要求 提供了标准指引 今年以来 我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再上新台阶 全国已公布141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划定1200多片历史文化街区和6.19万处历史建筑 从广州永庆坊到福州三方七巷 从山西平遥古城到西安城墙景区 微改造 微更新 文脉绵延不息 让城市更具韵味 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化景点 成为人们休闲观光 文化消费的新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城市工作 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从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到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惊喜 从让城市留下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 到避免千成一面 万楼一茂 今年二月 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 出版发行 更是集中阐述了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 目标策略和实现路径等 为新时代做好城市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 总书记的这些讲话实际上是给我们今天的城市内涵式的发展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引领和指导作用 只有把鲜活的历史文化保护跟社区生活的那种活力 跟我们看到的高楼大厦紧紧结合在一起 这才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整体 历史文化保护让城市更有传承 而不断改善的生态环境则让城市更加舒适 近年来各地不断给城市增绿天才 城市建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2.42% 家门口的口袋公园也越来越多 今年各地积极改造城市边角地 废弃空地 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038个 目前口袋公园总数已达3.5万个 相比以往的公园 这类家门口的V型公园 更像一个叠加了健身 休闲油气等多种功能的公共空间 因此许多地方还尝试安排专门的 公园设计师 让群众先点菜 建好了再点赞 拿到这个项目之后 首先是一个现场踏砍 然后通过问卷的形式 对我们周边市民进行一个调查 看看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需求 一步一步的神话设计 城市在变美 百姓的生活也在变得更便捷 更幸福 今年全国智慧小区数量不断增多 雨水管网改造将达到1.5万公里以上 54个城市开通运营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92条 297个地级以上城市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 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现在我们这里水清暖流点 我觉得现在这个日子过得非常幸福 未来各地将继续大力推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评估 以问题为导向 集中力量解决城市建设领域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建设完整社区 保护传承好历史文脉 更多承载人民群众相仇记忆的老建筑老厂区 老街区 将纳入法定保护名录 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橙色更足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 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条例共7章62条 重点规定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适用范围 二是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义务要求 三是规范资金募集和投资运作 四是对创业投资基金做出特别规定 五是强化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此外 对违反本条例的法律责任做了明确规定 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合乎管理处 是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首批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过程中 他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全面落实合乎长治 不断强化合乎管护 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贡献力量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合乎管理处 通过多种形式 推动党员干部学援助物原理 助劳思想根基 在主题教育中 我们通过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西藏所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更加深刻认识到 守护好 保护好 西藏的合乎是重大政治责任 持续推进西藏合乎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确保西藏合清湖境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更是历代千秋的崇高事业 西藏地处青藏高原 这里孕育了多条亚洲重要的河流 被称为亚洲水塔 守护好西藏的水生态环境 既要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学身悟透 入脑入心 又要结合西藏实际 铺下身子以学促干 以合乎高质量管理保护为目标 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合乎管理处 围绕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制定调研方案 深入重点区域 对河道管理 涉合建设项目管理等工作 开展明查暗访 并对发现的27个问题进行整改 针对西藏自治区河湖多 海拔高 距离远 监管难度大的实际问题 河湖管理处进一步完善了 上下联动的河湖监管体系 把履行河湖掌制工作职责纳入干部考核考察内容 推动全区河湖掌履职尽责 实现河湖监管的网格化 精细化 制度化 守护好一方避水不仅是政府的职责 还需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 在英迪制宜设立6.15万个水生态保护 和村级水管员岗位的基础上 河湖管理处还通过宣传河湖保护知识 带动周边的群众 共同珍视爱护身边的这帮避水 村子旁边风景也非常和美 过来过过林嘎 然后准备捡捡垃圾 我们大家要保护好我们美丽的家园 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 推动发展 简视整改 贯通起来 针对河湖管理配套法规 不健全等不弱环节 河湖管理处还制定工作台帐 逐项落实责任 扎实推进 编制完成了西藏自治区 河湖健康评价指南 西藏自治区河湖暗线保护与 利用规划编制指南等 六个规范性文件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增强学习的针对性 提高学习时效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以西藏河湖的长治九卿为目标 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 全面提高河湖管理保护水平 切实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助劳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生产持续稳定恢复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实现较快增长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 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1万亿元 同比增长10.6% 实现利润总额6136.6亿元 同比增长18.2% 今天上半年国家与地方的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提速 对扩大国内需求形成了重要支撑 我国机械工业生产持续稳定恢复 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今年以来机械工业的出口呈现量增至优的特点 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表现抢眼 1至5月份机械工业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8.1%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27.6% 汽车 挖掘机 装载机等整机产品的出口数量增幅 均超过30% 未来我国将进一步加强机械工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重大装备研制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不断推动机械工业高质量发展 预计今年我国机械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增幅 将达到5% 这几天我国一大批新能源重大工程相继投产 为缓解当前迎风度下期间用电压力 提供了更多的绿色电能 这里是刚刚投产的世界单体容量最大的 盐光互补项目 华电海金光伏电站 它在盐田上架设光伏组件 发电 晒盐 养殖三不物 它一年可发电15亿度 可满足1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这个光伏电站在迎风度下期间并往发电 将提升华北地区电力保供能力 与此同时 在我国五大海上风电基地之一的渤海海域 又新增了50万千瓦海上风电 投运十多天来 已累计发电约2亿度 在新疆乌鲁木齐 木磊 青海德令哈 三个沙哥荒风光基地 新投产了305万千瓦的风电光伏装机 每年可发出75亿度的绿色电能 今年前五个月 我国新能源装机新增 7757万千瓦 在新增发电装机能力的70.2% 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26.2% 厂历史新高 为了应对当前高温高用电负荷 各地正在通过数字化 智能化的科技手段 提升风电 光伏等新能源的利用效率 海上风电大省江苏 将全省40个海上风电厂 2783台风机进行区域联网 通过精准预测风力 灵活电力调度 将风资源的利用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可多发约10亿度电 在张家口国家新能源基地 通过创新推广新能源加储能 加分布式调向机的模式 提升新能源发电能力30%以上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 随着新能源的高速发展 2023年 全国新能源发电装机 预计将新增2亿千瓦左右 发电装机规模将再创历史新高 将有效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供应 广东省中山市通过低效工业园改造 为高质量发展 闯出一条扩容发展空间的新路 中山市土地面积不到1800平方公里 土地资源极为紧张 一些早期开发的工业园 占据了大量土地 单层新铁板搭起的简易工棚里 高污染高耗能企业不在少数 2022年1月 中山下决心 对低效工业园进行改造 一开始 村民担心未来收益难以保障 企业担心既有的订单生产怎么办 大量生产设备腾挪到什么地方 搬迁改造的费用谁来出 各种问题林林总总 对于有一些不太理解的群众 我们村两委的同志上门去做工作 三次四次都是有的 他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马上整理出来 同时对他进行回应 坚持在每一个地块的搬迁补偿评估中 做到准确 合理 公平 坚持市场驱动 政府引导 企业自愿 中山相关部门人员逐家逐户做工作 耐心解释改造方案 努力做到一村一测 一起一测 为了帮助企业顺利腾挪周转 还专门出台补助实施细则 盘活现有闲置产业空间 建设115个腾挪安置载体 同时中山加强传统产业迭代升级 规划传统产业配套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形成高效集约化的全新实体经济生态 目前一些阵阶已经建起了高标准厂房 干净整洁 环保统一处理 消防设施完备 生产井然有序 我们的订单增长量由原来的产值1000万 增加到现在的4000多万 对未来的发展我们就更有信心 一年半的时间 中山冲破土地制约发展瓶颈 打造一批符合产业生态要求的升级版园区 提高了工业用地容积率和母均产出效益 从2022年1月至今 全市已经拆除整理的低效用地近1.8万亩 新招营的企业138家 一大批本土优质企业实现了增值扩产 中山正在重塑产业发展新格局 全国工商联通过为高校毕业生和民营企业 搭建对接平台 提供岗位精准匹配和就业指导等服务 积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今年4月以来 全国工商联等部门深入开展 百城万企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动 组织10万多家民营企业 在155个高校集中的城市 举办线上线下专场招聘活动 提供岗位信息222.5万条 在江苏广东等地 工商联还组织民营企业走进高校 开展校企产学研对接会等活动 很多农业方面的企业家走进了我们校园 进行了面对面的分享 了解到他们的工作环境 工作内容等等 一毕业之后我就来到了这家公司 全国工商联还发动全国3000多个基层工商联组织 5万多家所属商会全面摸牌民营企业岗位需求 广泛收集汇总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岗位 开展精准对接 作为武汉市工商联民营企业工作联络站 武汉市长江青年城组织基地内的几十家企业 与相关高校对接提供了近200个优质岗位 下一部全国工商联等部门还将持续开展 民营企业运行状况及用工情况季度调查 推出系列招聘会等活动 促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群体 与民营企业供需匹配对接 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进入暑期各地文物展览丰富多彩 文化演出精彩分成 类型多元的中国原创文艺作品 让中国故事 中国形象在舞台上活起来 今年暑期 河南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依托特色展城 开设考古发掘 淘气修复等特色研学课程 日军接待游客三千人次 礼济中原夏商周礼乐文明展 7号在浙江渔航两主博物馆举行 共有一百余建筑考古出土发现的 重要陶礼器及青铜礼器展品 展现中华传统礼仪之邦的内涵与特质 这一次对咱们礼乐文化的青铜时代的细节 有了更深的一些了解 想在孩子心中种下种子 希望有一天它可以开花结果 为人民创作打造文艺精品 由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的第十四届全国舞蹈展演 正在举办 集中展现新时代我国舞蹈艺术发展成就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新牌剧目 天之骄子等剧目 用更具时代感的创作方式 让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跃然于舞台之上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统计 2023年上半年 全国营业性演出 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19.33万场 同比增长400.86% 演出票房收入167.93亿元 同比增长673.49% 观众人数6223.66万人次 同比增长超十倍 截至6月30号 全国各主要票务平台在售的 7月1号至8月31号 暑期演出项目总计超8000个 再售演出场次3.7万场 大科学装置江门中微子实验 正在紧张建设中 位于地下700米的中心探测器 日前完成了世界最大单体 有机玻璃球赤道层的安装 探测器整体工程过半 中微子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基本粒子 其研究对理解宇宙起源等 具有重要意义 是国际最前沿的基础研究 江门中微子实验 以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 为首要科学目标 其核心探测设备 位于地下700米实验大厅内的水池中央 它由直径41米的不锈钢网鞘 直径35.4米的有机玻璃球 以及2万吨液体闪烁体 4万5千支光电备增管等关键部件组成 现在我就来到了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水池底部 此时此刻在我上方正在建造的 就是世界最大也最灵敏的液体闪射体中微子探测器 在脚手架的这个施工平台上方 世界最大的有机玻璃球 最近它的最大圈层赤道层已经完成了建设 这个世界最大的单体有机玻璃球 由263块巨大的球形面板 在现场自上而下逐层安装拼接 赤道层是水平直径最大的一层 由15块重3吨的球面板拼接而成 每块板材长约8米宽约3米 厚度仅为120毫米 试道层难度就是在于 每一块板材的尺寸很大 在调装的过程中相对要难一些 我们整个球的这个安装已经过半了 有机玻璃球呢 上面的光联飞增管也在安装 已经是超过了三分之一 预计今年底江门中微子实验 将完成探测器核心结构安装 明年底开始运行取数 有望在中微子质量顺序的精确测量 以及超新星 地球及太阳中微子 等研究方面产出系列重大成果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 截至今年5月底 我国登记再测民营企业达到5092.76万户 较2012年底增长了3.7倍 民营企业在企业中的占比 有79.4%提升至92.4%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进一步提升 滇藏铁路丽江至香格里拉段最后一座隧道 哈巴雪山隧道昨天完工 哈巴雪山隧道全长9.7公里 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远 横断山脉中段为一级高风险隧道 隧道完工为滇藏铁路丽香段年内开通运营 创造了有利条件 届时云南狄庆藏族自治州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据南京海关统计 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运行9年来 累计开行中欧班列5254列 完成运量46.3万标箱 班列线路覆盖104个国际货运站点 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 已经成为亚欧跨境运输重要集结中心 第二次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 于昨晚在呼和浩特开幕 本届草原文化节以相约北江文宋中华为主题 设置了开闭幕式优秀作品展示 区域文化交流互动等六大板块 28项活动 第二十二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 来自国内外22支车队的154名运动员将开启八个赛段的比赛 此次赛事总距离共1384公里 包含平路 山地 丘陵等丰富的赛段类型 平均海拔3000米 最高海拔达4120米 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启动藏羚羊产子监测调查活动 对兔子湖产子地 藏羚羊集中产子期的生存状况 分布 种菌数量等进行调查 每年6至7月 怀孕的母藏羚羊都会从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栖息地 掀洗至数百公里外的兔子湖产子地进行繁殖 经过多年科学保护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达到17种 国家二类保护动物达到31种 五集纪录片《寻谷中国玉石剂》 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 该片集合了全国40多所重要考古遗址最新考古研究成果 通过龙手型玉器以及玉绝玉人等珍贵出土文物 系统梳理中华玉文化的发展历程 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 俄军在库皮扬斯克 红利曼等方向打击乌军 摧毁美制帕拉丁自行火炮 M777榴弹炮 美制反炮兵雷达等乌军装备 乌克兰方面当天称 与俄军在多个方向发生了数十次战斗 乌军对俄军人员和装备集中区 指挥所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针对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极数弹药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8号表示 这是美国政府反俄政策的又一表现 其目的是尽可能延长冲突 俄联邦委员会副主席柯萨切夫说 美国这样做意味着美国不惜一切代价 卷入俄乌间的冲突 美国需为这种可怕武器 在未来造成的所有伤亡承担全部责任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官员吉拉尔迪说 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极数弹药 并不会改变战场形势 但却会对大量平民造成危险 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夫莱斯同一天表示 西班牙反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极数弹药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 已有至少38家人权组织 公开反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极数弹药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代表 今天在韩国首尔会见到访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时 对国际原子能机构 关于日本和污染水排海 得出所谓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结论 深表遗憾 认为评估报告没有验证 日方的多核素清除设备的性能 也没有研究核污染水排放 对海洋生态系统的长期影响 这样得出结论是有问题的 我要说的是 国际原子能机构 关于符合国际安全标准的结论 应该是适用于正常核电站的核废水 而不是发生核事故的核电站里 遭污染的水 当天韩国民众在国会前举行集会 反对日本政府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报告不可信 日本在辅导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 一意孤行 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 强烈反对和质疑 选择将核污染水排海 最显而易见的原因 使这个方案最省钱 核污染水就算经过稀释 放射性物质的总量没有改变 所以宣称 稀释后就可以排放 就是谎言 根据相关国际法 一个国家有义务阻止污染物 扩散到自己的国境之外 有义务保护全球的海洋环境 很显然 日本没有做到 另一方面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 缺少环境影响评估文件 日本没有同周边国家充分磋商 也没有讨论排污入海的替代方案 事实上减少危害的替代方案是存在的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文莱唯一深水港口摩拉港 至中国广西北部湾港的 集装箱航线8号正式开通 实现两国两港直连直通 文莱首相府部长兼财政与经济主管部长 刘光明表示 新航线的开通 对文莱经济和东盟东部增长区的发展 至关重要 有助于将摩拉港打造成区域物流中心 加拿大消防部门公布的数据检视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 加拿大森林大火过火面积达到9.2万平方公里 目前加拿大燃烧中的火点超过800处 其中超过480处处于失控状态 加拿大相关部门官员日前称 受干旱等因素影响 整个夏天 加拿大火灾风险都将处于高位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里福塞德县 8号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事件 机场6人死亡 飞机坠毁起火已然周围植被 坠机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近来美国多地发生小型飞机坠毁事故 本月2号 南卡罗来纳州霍里县和阿拉斯加州 科迪亚克岛先后有小型飞机坠机事故发生 造成7人死亡 3人受伤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in tri